美食棒嘛在 带你吃好料 正统的韩国味 这一碗鲜浓汤 您千万不可以错过 透彻雪白的汤头 温润又浓稠 听说韩国人 强健补生 都是靠它哦 只要韩国人发烧 感冒不舒服 都一定知道 要吃这一道 韩国的国民美食 鲜浓汤来强健补生 清澈雪白的汤头 在韩国又有雪浓汤的美名 汤头富含钙质和蛋白质 是韩国人补生的最佳食品 雪浓汤是韩国的 很传统传统的食物 骨头做的 然后通常是在韩国 我们补生地的时候 特别是冬天 用鸟肉还有鸟的骨头 煮很久很久的 好像是十几个小时的 所以那里有很好的营养 厉害的还有这一道 韩式泡菜锅 老板选用韩国进口的泡菜 还费工的先将泡菜 加猪肉炒过 色泽较红 多了猪肉的肉香 泡菜汤又咸又酸 喝起来超级过瘾 泡菜的香味还会回甘呢 汤头的话就是很道地的那种 韩国人的那个口味 上次去韩国吃都没有这么好吃 还有这道铁板煎饼也毫不逊色 海鲜煎饼融合台式口味 放入韭菜花 先让火焰在铁盘上均匀地加热 再将煎饼粉 韭菜 蛋均匀地铺上铁盘 煎到外表金黄焦脆 用铁板保持热度 让每一口海鲜煎饼 客人随时吃到的时候 都是暖乎乎的 想知道还有哪些美味的韩式料理吗